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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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开心在这里学习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人商量友好 我觉得中文很有趣 但是也很难 我真喜欢吃台湾的炒饭 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我爸爸在意大利 为我做的炖饭 我要去看很多地方 很尝试新鲜的食物 很棒 我们再次欢迎 Brie 她中文讲得很棒 而且她最喜欢台湾的炒饭 那接下来第二位呢 同样也是来自于意大利 然后她是Crystal 欢迎 大家好 我叫Crystal 还是Jachi 我是七岁 我来自意大利 我在Milano出生 可是我有 Albania 我是高中学生 我最喜欢的科目是 华学生活 和协保学 因为我想当医生 我喜欢听歌 和朋友出去玩 和出去跑步 我在台湾 三个多月 我很喜欢台湾人 因为台湾人很友善 我很喜欢台湾食物 因为台湾食物很熬吃 我最喜欢厂饭 谢谢 再次欢迎 意大利人都很喜欢台湾的炒饭 感觉真的不错 而且他们来台湾三个多月 看他们的中文学得很快 而且都讲得非常的好 第三位是来自于芬兰 她叫做Ciri 我们欢迎Ciri 大家好 我叫Ciri Ahonen 我的中文名字是黄金亚 我今年十八岁 我从芬兰来到台湾 学中文和台湾的文化 我三个月前来台湾 因为芬兰是圣诞老人的家 所以我今天要读 伊兽芬兰的圣诞诗 好 介绍完我们今天三位的 这个国际交换生之外呢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也有两位来宾哦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位呢 是我们新北市的教育局局长 我们掌声欢迎的是我们张明文张局长 欢迎局长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长张明文 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国际教育 好 谢谢我们的局长 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我们系纸区金融国小的校长 吕金融 吕校长 校长你好 主持人还有各位来宾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系纸区金融国民小学校长吕金融 很高兴能够跟各位一起来探讨 我们国际教育以及多元文化的问题 好 非常欢迎今天与会的所有来宾 其实在我们今天录影的这一个系纸的金融国小 它是属于我们有九大的这个校区当中 其中一个的国际文教中心 其实我们这个国际文教中心 成立很早之前就成立了 而且希望能够不只是这个国际级的 事实上在台湾也有很多多元的文化 我们希望让新北的学生们 其实可以很小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 甚至可以让他们开始培养所谓的国际观 对不对 我想非常重要 其实刚刚看到三个我们的交换生 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们希望说 我们新北市的每一所学校 都要有交换生 让我们的台湾的小孩同学 从小就可以接触跨文化 不同的文化 它都有它的美 尤其是不同文化 它是非常的有底蕴的 可以值得我们的孩子去学习 是的 的确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国际文教中心 它成立了有14年 当初怎么想要成立国际文教中心 然后它其实有一些历史渊源 然后其实同样的 这几年当中 我们也做了很多不一样的 这个异国文化的交流 对 当时我想最早的部分 我们整个成立这样的新北的国际文教中心 最早的源头应该是我们的新住民文教中心 就是因为当时整个国家的政策 我们台湾有很多的新住民 所以我们最先是重点在于东南亚相关国家的文化 因为我们有很多新住民从东南亚来 所以我们也特别成立了新住民的文教中心 那这个文教中心的话主要是要提供我们所有新住民朋友的服务 我们有提供很多的补习教育跟相关的文化的协助 那也可以让新住民的一个家庭 还有它的新住民的同胞可以在有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跟学习 我想这个因为我过去在地方服务 也是全国第一个新住民的文教中心 当时我也是在我任内的时候开始规划全国第一个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发展到我们新北市 后来就转型除了东南亚的文化之外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必须要让市民 尤其是我们下一代更了解国际的多元文化 因为不只只有东南亚 其实像今天各位看这个现场 我们这个国际文教中心 这个展览刚好就是意大利 所以我们两个同学来自意大利 其实这里介绍的都是我非常怀念的意大利 因为我去过意大利两次 那我对这些地方我都非常的怀念 因为我觉得意大利就跟台湾很像 因为意大利人也非常的热情 然后也热爱美食 热爱旅行 然后也重视生活的品质 跟我们台湾很像 像意大利的披萨 我们也非常的喜欢吃 所以这样子的文化的一个 跨文化的一个了解 我们过去就从东南亚 扩展到五大洲 里面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 甚至庆典 习俗 还有它的服饰 饮食等等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文教中心 我们大家就可以多做一些理解 跟了解以后 那我们下一代将来 它就会具备这样的一个国际观 这就是一个未来的竞争力 我们的下一代对国际越了解 如果它因为本身台湾的学习 其实竞争力是很强的 我们的技职教育也很有技术 再加上我们的学业也学得很好 再多一个语言跟文化力的话 我们将来是国际的竞争人才 我们每一个下一代 我们可以来跟国际做竞争 当然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文教中心 其实刚好最近这两三年是疫情 我们就透过线上的方式 可以有更多 甚至现在有我们的VR头盔 可以看到非洲怎么跳 虚拟实境的方式 虚拟的舞蹈 还有什么南美洲的探险 日本的相关的祈福儀式 还有我们彩绘印尼等等 这些都可以 还有甚至美食 我们有越南的美食 手卷 印度的咖喱饭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九个不同的国际文教中心 我们可以把这些国际的文化 让我们的下一代 来我们国际文教中心体验 而且能够深刻的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化 然后培养的国际观 还有跨文化的能力 是的确 其实刚刚这个局长也有特别讲到说 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呢想要出国这件事情 对大家来讲应该是一件很奢侈 然后一直梦想想要出国这件事情 但是孩子的教育不能等啊 因此呢我知道说 在我们这个九大的九个校区当中 我们这个国际文教中心里面呢 一年举办了上百场的国际教育 一日游学的方式 甚至还有很多是跟这个在地的一些产学合作 建立了很多不一样的游学 让大家认识各种不同的文化 甚至是不同区域 甚至在我们新北市不同区域的文化里面 到底我们新北市的教育局里面 办了什么样的活动 然后这些活动当中 其实不只是我们现场看到一些静态的 其实还有一些动态的游学的课程 这部分要不要请局长 也来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当然我刚刚也有特别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国际文教的中心 其实我们就是让亲子可以来这边一日游 可以来体验 所以新北市刚刚透过的就是 第一个我们有线上的很多的丰富的资源 那另外一个 我们鼓励大家到我们的国际文教中心 我待会校长这边可以来做 他实际上执行的一个说明 就是说我们让孩子让爸爸妈妈带着我们的孩子 直接到我们的文教中心来体验 那你可以体验像今天桌上很多的食物 很多的文化 还有彩绘 还有很多的他背后的一些文化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国际文教中心 确实这九个都可以扮演五大洲 不同世界各国文化你都可以亲自来体验 是好所以接下来当然节目当中 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 在这个我们的金湖国小当中呢 这个国际文教中心里面 能够带给大家什么样不一样的 这个异国的学习呢 这就要有请校长了 校长在我们这个学校里面 曾经举办过什么样的活动 而且我们知道说 在我们今天这个录影的这个场域当中 规划了这个五大洲的这个情境的模式 那在这个学校当中呢 举办过什么样的一些 国际一日游的这个游学的行程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孩子甚至还有家长 他们的感受度又是如何呢 我们金融国小 其实上跟其他的国际教学中心 是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还有新著名的学习中心 所以我们在课程上的安排 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完备 第一个能够推广国际教育 第二个也能够提供多元文化的体验 所以呢我们大概推动上呢 我们就做第一个 我们希望把人带到中心来 所以在每一年呢 我们就按照 像国际游学一日游的方式呢 我们就请我们新北市的学校 到我们这边来体验 那由我们志工来跟他介绍 五大洲的整个文化 另外呢 我们还让他来做一个亲手做的食物 以及服饰 以及一些所谓纪念品的一个操作学习 那就是让各个学习的小朋友 能够不必出国 他就能够实际上去体验 原来意大利的国花是什么花 然后呢韩国的是什么 然后英国的是什么 他都能够去了解 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国际文教中心 非常重要的工作 第二个呢我们希望也能够走到偏乡去 所以在偏乡的过程当中 我们把整套的这些国际文教中心的设施 就是国际教育以至于我们有英语的营队 我们跟五大洲 这个部分呢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呢 能够超越这个时空 能够跟国家的小朋友一起来共同学习 这非常棒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多元体验 刚刚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很多学校的老师 到我们的艺术场馆里面去学习 另外呢我们最近也在办理 新庄的阳光公园的多元文化体验 还有新庄板桥四围公园的一个文化体验 这个东西就是刚刚我们局团讲的 让家长一起来 让家长跟孩子能够了解他们的母国的文化 也能够体验我们新住民这边在地的一个文化 能够缩短这些文化的差距 能够多认识 所以我们新北市在这一个部分呢 我的感觉在学校推动是走在整个潮流的尖端 是 而且刚刚这个校长有特别提到 它并不是只有在这个学校里面 其实像这个都会区的孩子 他们可能资源上 或者是接触一些国际的一些事物来讲 相对是比较简单 但是刚刚校长有特别讲说 你们还特地前往到偏乡 然后把整套的教材 带到偏乡去给偏乡的孩子们 这块其实是非常感动的 而且在推动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大家觉得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文教中心当中 它赋予的责任 而且它能够让周边所有各个学校的孩子们 都能够享受到这些国际观的这些教育 对不对 这部分要不要请校长 也跟我们多分享一下说 你们去偏乡里面 然后办过什么样的活动 那看到这些孩子们 然后学习的成果 相信不只是孩子 连家长他们的回馈应该也都很棒 比如说我们最近也带着 刚好我们现在是意大利的主题展 所以我们的志工跟老师 就把我们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些东西 就带到那边去跟他介绍 那我们的志工也在那边编了一个话剧 叫做贡多拉的话剧 就是贡多拉就是意大利的船夫 是 然后带着我们的小朋友 主意的跟他介绍 意大利的所有地点的一个有名的一个岛 像有时候像真理之口 是 升上去 如果说你说谎话的话大概就会被怎么样 就是跟小朋友这样讲 是 还有比萨鞋塔要写几度 这个这样子 所以这些培远学校的小朋友 也许他们本身就很少能够去理解 因为甚至于 他们连上电演业的机会都很少 因为父母亲忙 可是我们藉由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们把所有的资源送到偏乡去 然后在现场跟他们介绍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发现小朋友的感受是非常的热烈的 而且他们真的很想 真的有朝一日能够到这些地方去玩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快的一件事情 没有错 而且我知道这个学校呢 其实都还会跟节庆互相的做结合 像我们刚刚开场的时候有提到 12月大家第一个想到的 当然就是耶诞节啦 所以学校在这时候呢 耶诞节前去其实也安排了一些活动 让孩子们可以认识到不同国家的耶诞节 对不对 嗯 这部分要不要校长也稍微给我们 这个稍微说明一下 而且呢 在今天还要特别介绍就是 这个来自于意大利的这个耶诞节 听说跟我们想象中的圣诞老人是不一样的 对 自从办了意大利主题展 我才知道 原来意大利的 他们不叫圣诞节 他们叫耶诞节 耶诞节 那美国跟芬兰都叫做圣诞节 对不对 好 那圣诞节是圣诞老公公 当然 意大利的耶诞节是什么 巫婆 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一个就是巫婆 在我旁边这一点 那为什么会叫巫婆 这是有来有的 是 我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 在1月6号那个时候 刚好是耶稣诞生嘛 对不对 那当时呢就有三个牧羊人想要送礼物给她 结果呢 她就想要请那个巫婆 来帮她送 这个巫婆的名字叫做 Ben Fana 然后呢 要送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很有趣 那个巫婆呢 因为她只有一个飞天扫把嘛 这样做的 有时候也要导航啊 可是 有趣的故事是说 这个导航的一颗星星突然掉下去了 突然不见了 遗失了 那这个巫婆不晓怎么办呢 所以 她就怎么样 去着这个飞天扫把 到每一家的家庭 就带着她的糖果 到每一个家庭里面 从烟囱下面把它下去之后 把糖果送到那个家庭里面去 那因为她认为耶稣诞生 一定耶稣也会收得到啊 所以她就每一个家庭就送过去 所以就有这样的意大利的一个 一个 祖显节的一个 女巫节的一个习俗 是 那也有人这样说 就是 女巫啊 她脸长得不是很好看 但是她心事非常的善良 所以她每一年在1月5号的那天晚上 她一样是骑着飞天扫把 就到了各个家庭里面 从烟囱下去 把她的糖果呢 就给 听话的小朋友 表现好的小朋友 就给她糖果 那如果表现不好的小朋友 你们认为她会给她什么 她会给她一块煤炭 对 这样子 那这个理由是这样子 因为她表现不好 所以那个时候的家庭呢 就告诉小朋友 我们明天是夜晚节 所以我们要表现好一点 所以我们的巫婆呢 她就会给你糖果 所以那一天 好多小朋友都表现得非常棒 表现得非常好 大家都不希望能够收到煤炭 对 那个巫婆她也很有爱心 她离开的时候 都会把那个地扫得很干净 几乎是没有的 但是后来那个煤炭应该也就没有了 因为每个人都是好朋友 都是好孩子 就这样子 而且我知道学校呢 不只是这个 帮大家讲述意大利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 而且学校更用心的是 今天在现场当中 这个巫婆就直接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 我们是掌声欢迎我们的巫婆 哇 老师非常的用心耶 直接全套的装扮 然后甚至的这样子 让孩子更有生力其境 这部分的话 这个校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不只是这个学校要付出 其实这个老师们他们 发挥他们的巧思 然后如何把这个教材能够变得更加的生动活泼 这其实也是要一番功夫的 我们老师其实非常的棒 在这个意大利主题展里面 我们这个廷军老师 他就想说 我们该给小朋友怎么样一个 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实大家都知道圣诞节 圣诞老公公怎么样的到他床头里面 给他塞礼品 可是真的没有想 我们的今天廷军老师亲自下海打扮 这样子一个巫婆 变粉了 对不对 而且我们刚刚这个巫婆 还到这个学校里面发糖果 然后给我们的孩子们 然后同时告诉他们说 有这样子一个渊源故事 让孩子更印象深刻 对 寓教于乐的概念 好 我们谢谢我们的老师 谢谢我们的圣诞巫婆 这很特别 好 当然讲到了圣诞节 今天我们有来到现场的交换声 我们也要来听听看 刚刚校长有讲到 在意大利他们发糖果的 不是圣诞老公公 是我们的圣诞巫婆 那在意大利还有什么样 自己在家里面 怎么过耶诞节呢 我们先请 我们的这个 再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你在家里面 意大利你们怎么家里面 怎么过你们的耶诞节 12月25号 春家团煮 然后我们一起吃午餐 这一般会吃午餐 会吃很久的时间 对 跟我们吃年夜饭一样 都要吃很久 你们是从中午就开始吃 我们吃 这个 这个蛋糕 这个中午蛋糕 圣诞水果蛋糕 对 这个蛋糕叫 这个蛋糕 对 我们吃这个蛋糕 跟上联 这个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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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炒 是 我看這個醬很特別 所以就是要吃蛋糕然後配這個醬 你們家在耶誕節的時候有沒有特別的 其他的食物 除了蛋糕之外 你們還會 吃什麼 食物 我們吃 意大利麵 意大利麵 喔 意大利麵 喔 真的 還是我們吃 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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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魚 這也還蠻特別的 喔 好 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 那Crystal呢 要不要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在你的這個家裡面 過聖誕節或耶誕節的時候 你們會怎麼過 然後你們有沒有什麼特別喜歡吃的食物 在意大利 耶誕節是叫海和大人 最期待的節日 我們有一張書 在 在一張書的家面 我們有一些 禮物 啊 啊 鮭菜和鮭肉 鮭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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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種快樂的意思 今天帶過來的這個呢 是巧克力臘腸對不對 Salame di Chocolato 巧克力 謝謝 好 謝謝大家的分享 好 聽完了義大利他們在過耶誕節的時候 也是會吃這個聖誕的水果蛋糕 相信有很多人在這個聖誕節的時候 也會去美式大賣場 就買這個水果蛋糕 然後還有今天我們看到這個很特別的巧克力臘腸 那在芬蘭呢 芬蘭的這個耶誕節要如何過呢 我們請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那我要度那個 喔 你要念這個耶誕節的詩文 喔 對 對 對 好 我們來聽聽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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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龔野水 和零木鎮物 生氣 在羨毛牙中 爭斤 是櫻翔風 對 獨 榮 寶兩 存 中文的意思是什么 对 山林和地上有雪 充满结束了 圣诞节带来和平了 在芬兰圣诞节是 圣诞树和蜡烛的香味 家人的爱 礼物和休息 天是拜访人们的梦 这是刚刚我们Siri讲的芬兰的圣诞的诗文 里面其实也就是感谢有圣诞树 有熏香的蜡烛 有家人的爱 在这个时间大家可以休息 最重要的话就是天使拜访了人们的梦 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梦想 我们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我们知道说这三位国际交换生 他们从八月份的时候 八月底的时候来到台湾 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 你看他们的中文 其实很努力 才三个多月 他们都是来到台湾之后 才开始学中文 其实讲得很棒了 而且这三个多月 他们来到台湾之后 他们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所以我们要分别来问问一下说 你们来到台湾之后 有没有特别的有趣之处 然后在台湾这三个月 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我吃深刻 我吃台湾的臭豆腐 吃台湾臭豆腐 对 喜欢吗 我不太喜欢 不太习惯 会臭有味道 很臭 很臭 会臭 对 来台湾有去哪里玩 我是台北101 我是基隆 我是伊兰 我是桃圆 接下来有没有希望 还有哪里想去 我要去阿里山 阿里山 看日出 我也要去玉山 玉山 哇 好棒 好 希望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内 都可以完成你的梦想去阿里山 去玉山 好 谢谢你 谢谢 不客气 接下来呢 为什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 在台湾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然后你觉得喜欢 然后跟台湾还有跟你的家乡 比较不一样的 我在台湾三个多月了 我喜欢台湾西屋和台湾人 我住在新北市 我很喜欢我住的地方 因为我要接用商 我住在台湾和自行之道很近 我住台北 丹水 伊兰 新北市 除了炒饭之外 还有喜欢台湾什么样的食物 台湾 food 我很喜欢台湾食物 可是我不喜欢 炒饭豆腐 也是不喜欢臭豆腐 我不习惯 不习惯 不习惯 好 可以多品尝一下台湾各种不一样的食物 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那最后呢 Siri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芬兰跟台湾其实很大的不一样 对不对 对 我来自芬兰 芬兰有大概五百万人 所以我觉得台北很大 我想吃更多的地方 对 我觉得我最棒的经历是 吃花莲看海豚 去花莲看海豚 对 我吃薯的 我觉得台湾的素食非常非常好吃 对 台湾有很多好吃的素食 像是臭豆腐 臭豆腐 所以芬兰人可以接受臭豆腐 对 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我最后我觉得台湾人 是我遇过最贴心的人 最贴心的人 真的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 谢谢你 谢谢 其实这三位的交换生 他们来到台湾 然后要学中文 然后适应台湾的学习生活 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人生体验 但是同样的 对于他们的班上同学来讲 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学习 因为有来自于国际的友人 国际的同学到班上来 他们有些同学担任了学伴的角色 帮助他们在台湾的生活 甚至让他们认识中文 互相的学习 这过程当中 对孩子们来讲 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听看 这一些学伴们 他们在跟这一些交换生 接触之后 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是来自崇光中学的高医生林语成 然后我是担任高佳佳Bri的学伴 大家好 我是张伟廷 然后我来自新北卢州的三明高中 然后我担任的是Siri的学伴 平常我们相处的方式就是用英文去沟通 然后偶尔可能佳佳一些中文 在担任他学伴的话 就是要像是要帮他处理很多事情 例如他可能不知道哪个教师要怎么走就要去教他 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活动 学校临时有什么活动 我们也要告诉他该去哪里要做什么 在上课的时候就是会默默地观察他在做什么 其实我一直觉得他都蛮专注很专心地去做每一件事情 然后每一件事情他也都能够做得很好或是学得很快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在他身上就是发现不一样点 开始我其实没有这么没有很害怕 因为我比较多的是新婚 就是哇我可以认识一个来自国外的朋友 那我会觉得很高兴 我们有计划是想说 让他们去新北耶太城去体验台湾的圣诞的气氛 听说他们国外的耶诞节都需要做很多的饼干 然后或者是吃大餐来庆祝 但是在台湾通常就是唱个圣诞节的歌 不然就是交换个礼物这样就结束了 跟他相处过后就会发现 其实国外还有很多我们没办法去接触到或是学习到的事情 就是真的要去国外走走看看之后 才会发现那个国家的文化 还有走入他们的生活 所以就会蛮想去国外看看 在接触完他们之后 我也变得比较坚定 就是说以后想要出国留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然后也更坚定说我要学好我自己的英文 好听完他们的分享 其实这个感觉非常地棒 尤其像局长我们知道说 在新北市我们有成立了一个单一的平台 是专门在做所谓的国际交换生 这过程当中其实不只是国际的孩子们 国际的学生可以看到台湾的文化 更重要的我们也是借这样的方式 让台湾的孩子们也可以接触到不一样的学生 让他们打开他们不一样的国际视野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做最好的交换制度的是国际福人 就是我们福人社做非常多的交换生 那过去因为我过去我也是福人社友 那我在民间我看到的是 我们的政府如果愿意帮忙做一些制度上的协助 它就效果非常好 因为经费跟它的整个制度国际福人都做得非常好 而且政府不用出一毛钱 那国际福人已经平常已经做的国际RY是做得最好的 就是国际交换生制度福人是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看到这样的状况我就想到 因为我在四年前我上任的时候 我就想到必须要跟国际福人社合作 所以过去因为政府没有跟民间单位合作的经验 所以我们全国首创 第一个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我们来帮忙国际福人一起合作 我们把孩子引进到我们新北市 当然就是说因为过去国际福人 他们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他要去一个一个去拜托每一所高中子 因为这些孩子要打扰他一年 那一年的交换时间对学校来说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过去在民间的受备有帮忙打电话 一个一个去拜托校长说 这个我们现在有国际交换生 帮我接一下 那有的校长很热心 好好好没问题 有的校长很为难 他说我的学校老师啊 还有我们的环境适不适合他 并没有很多的经验 所以我希望说说 后来我就到了新北来服务的时候 我就特别请我们同仁成立全国 唯一第一个最首创的就是我们交换生的 单一媒合平台 国际福人有需要直接找我教育局 我教育局来帮你联络我新北的学校 我希望我们新北市的学校 每一所学校高中职都有交换生 因为这些孩子来这边刚刚各位看到 对于我们台湾的孩子帮助非常大 一方面这些孩子将来回到他们原来的国家以后 他会对台湾产生非常友好的印象 因为台湾真的是非常棒的国家 人们非常的和善 然后台湾有好吃的食物 又好山好水 这些美好的印象 可以当作教育文化是我们最好的外交 这些孩子回去他们的意大利 回到他们芬兰 他一定满口都说台湾很好 所以教育文化是一个非常棒的力量 对台湾很好 第二个对我们的孩子来说 平常的我们的英文都是拿来考试的 那是最糟糕的 然后真正要用的时候一点都不会用 那我们真正要让孩子体验到 语言是来沟通的 是拿来使用的 所以他就会跟国际交换生去用语言 他就会培养使用语言的习惯跟兴趣 另外一方面 对于国际文化的交流 也是最好的学习 他亲身的体验到不同国家的文化 像意大利的孩子 他到底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他们家乡的文化是什么 经由这样的一个接触芬兰的文化 我们的同学受益最多 他们同班同学对于国际交换生 一定是充满着欢乐跟充满着学习 所以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跟国际福伦签约 我们将来就是合作备忘录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来让国外的福伦交换生 可以到我们新北市来 我们一律帮他安排 另外一方面我们台湾的孩子 出国常常到像他们来一个意大利的 我们台湾也会有一个孩子到意大利去 我们会实际的交换 那他们在意大利学完一年回来 常常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 回到台湾还要多读一年 要休学一年 那我们新北市的学校不用 你只要就读我新北市的高中词 你这一年在国外的经验 比你在台湾读一年帮助不会少的 对 学了更多 而且我看到很多孩子 原来在台湾很内向 然后也很害羞 等他真正到国外去一年的历练回来 那整个脸都改变了 我看到他们整个人就非常的有自信 然后也对国外的生活 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 回来全部都长大 所以我是发现国际交换的制度 对我们下一代非常棒 我们可以鼓励我们的国际交换生 多来到国外去交换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这108到111虽然还是疫情期间 可是我们这4年有超过250位的学生 有人出去有人进来 那我们今年也有10个国家 22个国际交换生 神在我们的12所高中词 我希望新北市 我们可以来多欢迎世界各国的国际交换生 到我们新北市 对于我们新北市的孩子 对于新北市的学校的国际化 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而且我知道说为了要让这些孩子们 鼓励这些孩子们来到我们的新北市就读 然后做这个国际的交换生 局长还特别准备了这个4项的见面礼 希望能够让他们在台湾的生活 能够过得更加丰富 所以过去没有政府 没有政府在关心 我们新北市是第一个的 所以我们很珍惜这些国际交换生 对我们孩子的刺激非常有帮助 所以我们他来了以后 我们就设计课程 我们其实就也补助一点经费 我们比如说这些孩子 他们到台湾来 我们会送他72小时顺口溜的华语课程 让他们可以来学华语 你看他们哇我真的很可 我们怎么有跟他 我们三个多月 看他们三个人中文学那么好 我们讲一辈子也讲不了那么好 对英文学了这么多年 可能都还不太 英文学20年也讲不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真的好棒 所以第一个我们学送他语言 第二个我们也送他们游学体验券 像他们可以来体验台湾的一些文化 我想也有很多的可以到一些参访等等 第三个我们有客制化的一些游学包 送他们每一个人一个包 第四个我们有国际学办 每一个学生到我们新北市的学校 其实我们学校都很用心安排国际学办 陪伴他们一起学习 我觉得就是我们新北市是非常的认真 在国际教育这一方面深耕 我们希望能够让国际教育生来这边一年 除了能够认识台湾的文化 也让我们台湾的孩子 认识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 而且去欣赏别的国家的文化 这就是未来的竞争力 国际观跟跨文化的能力 就是我们孩子最重要的一种能力 也是能够尊重不同国家的多元文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很重要的国际素养 是的确 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大家都讲说 台湾要跟全世界来做朋友 其实有国际的交换生来到台湾 然后看到这些学伴还有同伴同学 大家互相的交流 互相的学习成长 对他们来讲 能够结交到一个国际上的友人 应该是他们一辈子当中非常重要 而且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经验 那我们刚刚在前一段的 这个学办的访问过程当中 又发现说 其实孩子们都会觉得说 我这个一开始要开口说英文 跟他们沟通 其实是要跨出很大的一步 那在学校里面呢 学校如何打造出一个 国际的这样子一个语言的一个环境 然后同时对于他们的这一个 如何把一些民间的一些资源 能够纳入到整个国际的教学里面 对学校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是的 其实刚刚我们局长谈到国际福人社 这是一个我非常有感受的一个 国际化的一个组织 在我服务偏乡的时候呢 国际福人社就曾经帮忙学校 偏乡英语的学伴就学 我们崇光女中就来帮忙学校 那另外呢 我们的资讯能力不足或设施不够 福人社就来帮忙 所以指导我们的小朋友 指导我们的老师能够成长 能够进行所谓的创新课程的 所以这两个部分呢 我了解国际福人社在这个部分呢 是非常的努力的 他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拓展他的国际观 那刚好了解到局长对于这样的一个部分呢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呢 其实上我们也很努力的 希望能够利用民间资源 所以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花格格剧场 这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剧场 那我们这边呢 比较多的是新住民 那也有我们各国来的 那个就读的学生 那我们呢就跟花格格剧场 来做一个协助 希望说能够让他们了解文化 多元文化的体验 所以呢 他们就参加一个话剧的一个筹划 他们就编了一个新的话 就叫心目我奇异剧 然后呢里面是由我们的老师学生 以及我们的新住民 跟新二代的学生 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话剧 前几天才占公演完毕 学生表现得非常棒 也融入那样子一个情境 也了解一国文化的情形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们就能够非常乐意的在生活当中 情境当中 能够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交换制度 我觉得真的来讲 我们一年有22位的到台北 新北市来 那一年全国有150位 你看我们新北市的容纳量就相当大 这个部分呢 还是不用钱的 对不对 这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真的我很感谢这样的一个组织 也很感谢局长能够跟这样的一个福伦社一个计划 能够促成这么多的学子 看到这么可爱的异国学子 我刚学了两句招呼的话 意大利的好叫做Ciao 对不对 再见叫Ciao 对不对 很好玩对不对 那分来语叫做Moi 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好 那我们跟你讲你好 我们欢迎你们到我们台湾来 好好的学 绝对是你可以物超所值的学习 谢谢 的确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国际文教中心 结合民间的力量 然后把这个教育资源发挥到最大 其实在我们这个国际文教中心当中 他们推动到目前为止 其实有几个最重要的几个面向的发展重点 那是不是接下来也是希望持续 我们现在有九个这个校区 然后做这样的活动 接下来其实在这一些这个校区当中 他们规划的活动也是相当多元 我们现在有九个国际文教中心 我们希望这个九个国际文教中心 可以结合更丰富的资源 像我们的交换生就将来就是可以成为 我们中心的一个常客 可以来帮我们跟学生交流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有规划了很多的一日游学的计划 一年至少有上百场 我们希望孩子要走进我们国际文教中心 那当然等疫情过后我们明年开始 我们大家都可以常出国了 那这两三年还好有国际文教中心 让我们不间断的认识国际 认识世界 那我们也培养了很多的志工 可以在这边做服务 那我们布置好了 今天你看今天全部都意大利 我看到这些意大利好熟悉 这些地方我都去过 那我都好怀念意大利 尤其是意大利的披萨 我好喜欢吃 好好吃 那这个就是怎么样去布置一个情境 然后很多的文物让孩子来学习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些素养 国际观的素养 所以我们鼓励同学进来中心 我们会把这些文化还有DIY 他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各国的料理 或是一些文物的装饰品等等的DIY体验 那他就可以生利其境 认识世界各国的文化 那当然刚刚校长也提到 我们把这些文物又可以带到偏乡 我刚刚看到那个威尼斯的面具 对不对 我看到威尼斯我去的时候 哇满街都是面具 那到处都是面具 那这些也可以带到偏乡去 让偏乡的孩子体验学习 那这是第二个 我们文教中心很重要的功能跟任务 我们继续的来做 像秘乳的玉米汁也可以去 然后美国的青土汉堡 非洲的可爱的那个钥匙环 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带到偏乡去做活动 那当然第三个我们还会继续办更多的国际教育 对 不管现在是实体的可以 线上也可以办 我还记得前两年办线上的秒杀 一下子就没有了 大家全部一下就把报名 大家都好喜欢线上的体验学习 甚至我们现在线上还做到什么 我们可以找国外的讲师 他们在加州介绍美国的文化 而且我们还可以用双语 所以我们现在线上的操作非常熟悉 然后我们可以做实体的这些国际的营队 所以我们的非洲 英国 澳洲 韩国 意大利 美国 这些都可以连线 所以将来的那个国际的一个教育营队非常丰富 当然最后一个是我们也希望多一点的多元文化的体验 所以我们每年的四月 我们校园的多元文化周 我们会跟全市府的各个局处 我们还有很多的住外单位都共同的来共办 那我们让爸爸妈妈带到刚刚讲到的 我们到新庄的大草坪 到户外 到各个地方 我们可以让大家一起体验多元文化 所以我们希望国际我们的文教中心 可以发挥功能 让我们新北的孩子更有国际观 更有国际素养 还有跨文化的能力 的确 而且我知道说 接下来其实在我们这个金融国小 其实就有安排了几个不一样的营队 其实很快就可以让大家 开放大家报名参加 对不对 赶快请校长来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 有什么值得期待的这个活动 的确 我每次问我们主任说 这个营队现在报名怎么样 他说校长 你讲完就已经结束了 就已经额满了 额满结束了 那我们在那个所谓的寒暑假的营队 一样都是这样 所以当时我们 因为我们目标是有双成一个新住民 跟国际文教中心的身份 所以我们在处理上 我们都做这样的全盘考量 所以我们的新住民 我们是希望说家庭一起来 那结果呢 真的每次的一个活动都是秒杀 那我们也希望说以后都能够去增加 这样的一个场次 让大家一起来体验多营文化的不同 刚刚局长也谈到 我们教育局在办理这样的活动 其实上都考虑的非常的多 都希望有深远 所以未来坦白讲 国际文教中心的功能是越来越强大 它越来的教育性意义也非常的大 那也希望说借由各区的国际文教中心 能够把这个点把它拓散出去 到各个学校去 能够协助各个学校 不论在做校校的国际环境的设置 或者说在连结跟国际的学习交游 以本校来的例子来讲 我们也曾经跟印度的CPU Goenka 来做一个国际学校 来做一个主题式的学习 时钟社 那另外呢 我们也跟兄弟的家庭是金子 来做一个主题 永续环境的学习 大家约定好怎么样去对地球做一个有限度的贡献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国际伙伴学习的很重要 那这个很多东西就是 在我们新北市之前 现在定了一个国际教育的白皮书里面 我们都已经慢慢的跟着教育局在做这样的一个推动 所以我说国际文教中心越来它的功能是越来越强 它可以利用的资讯教育 可以利用的其他的学习 还有双语的部分 来融入在这里面的时候 它元素更多 我们学生学习的部分就会越多 的确 谢谢校长分享了 那我想节目最后是不是 局长有没有什么最后希望让我们的这个新北市 在这个国际的一些教育当中 现在其实规模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文教中心 他们其实已经推动了很多 但我相信局长应该接下来还有一些期许跟目标 对不对 我想新北市我们2030以学生为中心 为幸福而交 我们希望未来的十年 新北市是一个国际的大都市的发展 我们是整个北台湾的中心 我们新北市为中心 我们临近台北市桃园市基隆 我们有千万的人口 将来我们要有竞争力 我们的下一代必须要具备国际素养 国际观跟跨文化的能力 相关的一个教育部分 我们要把双语教育跟国际教育 融入我们的平常的教育生活化 我们希望生活中到处看得到 国际的文化跟视野 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能有更开阔的胸襟 因为未来的整个竞争力 我们的市场是在国际 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 我们未来一定要跟国际竞争 我们要跟世界交朋友 所以我们想下一代的整个国际文化力 是我们未来教育的重点 2030我们继续加油 让台湾让新北市的双语教育 跟国际教育在从小小学 国中高中来扎根 的确我们发现说 透过今天的节目 大家可以看到 从小要如何养成孩子的国际观 其实在新北市 这个国际文教中心里面 有每年都有上百场的 这样的一个国际体验的 这个学习活动 欢迎大家来参加 当然可以随时的关注一下 我们这个国际文教中心 举办的各项活动 我相信可以让孩子们 能够认识到更多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除了要感谢我们这个局长 还有这个校长之外 我们当然也要非常感谢 我们这三位 来自于意大利 还有芬兰的国际朋友 希望你们 感谢你们来到台湾 让我们的新北市的孩子们 可以学习到很多 也希望你们回到国家之后 能够把台湾介绍给你们国家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今天到这边咯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